本節目每週二 週五 在乾淨世界讀播 歡迎訂閱精英論壇 在乾淨世界的頻道 是有人操縱的 委內瑞拉算是一個逢選舉必出事的塊錢 從查威斯開始就實行了社會主義 席捲孟加拉全國各地的抗議活動 對執政已經21年了 總理構成了很重大的挑戰 社會的積怨已經很久了 哈希娜是這個標準的紅二代 她的父親就是孟加拉國的國父 看起來跟中國有點像 只要沒有透明的公眾監督 選舉舞弊是一定會出現的 不管是窮國家還是富國家